一个奖上给予我好像一种力量 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单 让我可以整装戴法 开阔更大的空间 金马奖50年 我终于平一步喜剧 拿到一个奖上 我知道金马奖的时候 大概是差不多70年代头 当时是很很兴奋的 尤其是第一次 因为我第一个追赞男主角 就是金马奖颁给我的 因为很激动 所以大部分的情节都忘掉 就是作为一个演员 怎么样都要有一个影后的奖项 我一直是觉得我是北榜 那次拿奖是有一种觉得 我真的可以不用干了 每一年我都是做一个很称职的旅业 即便是不得奖 我都觉得OK 当然得奖最好 我那个时候在香港 或者其他地方 从来没有拿过男主角 就拿过很多次男配角 然后你一直是很开心的其实 开心一天就好 其实我从来没有得过金马奖 因为我的生涯才刚刚要开始 反而我觉得 因为我是另外一个阶段 因为我也拿过两次 是残年 而不是隔年 所以在历史上面 我觉得对我说我已经是 我非常满足 对我来讲意义真的是很重大的 这样 对我的意义其实就是 你想扩大 把电影整个做起来 我跟台湾的距离也是因为 金马奖拉近 对我来说有点 有点 很有意义 那那一年有四部片子就是真了 我刚才说的 王亚卫 李安 杨德昌 跟我 后来古灵节的最佳影片 那大家觉得 对我跟那个 关锦鸿好像应该表示一下 就给我们一个特别奖 有些时候啊 真的我觉得碰到好的对手 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动力 结束以后到 走出金马奖 我要走回家 我就在那个国家剧院旁边这样 再想要回家 拿一个金马奖 就流起眼泪这样 当天我完全没想到 那后来他就打来说 有台湾记者打来给我做访问的时候 我真的在电话里面哭了 我其实当时真的是我第一次 我真的没想过这种东西 会有这种感受 一发不可收拾 想到台湾来 再拿一次 你们选对了 这真的是得来不易 我终于拿到了 耶